这就是我们要试睡的房间 到饭店民宿试躺试睡 评测开箱 只要写写心得 竟然就能轻松赚数千元吗 小心落入诈骗集团的暗黑陷阱 命中发文求助 说在网络上看到广告 评测民宿赚外快 进入群组后 对方不但强调会提供交通及住宿费 还说只要去民宿体验 写200字心得 就能领2000到4000薪资 想不到之后 被转去另一个群组做考核 但考核内容竟完全和民宿无关 察觉有意拒绝对方 还一直被挽留 好奇直呼 这到底是不是诈骗手法 要做一些服务的评鉴 通常都会要做一个 事前的一个面试跟职权训练 确保你可以完成这个 要考评的这个内容 若只是隔空考核恐怕有鬼 不少网友更直呼 这就是诈骗 等到你要领薪资时 转15万给你 再说不好意思多会了 请你把钱汇出去 接着账户经售50万以上 就会变成金市户 成为诈骑帮助犯 看你配合度高不高 账户能不能正常收款 先养人头账户 但真真假假 民众求职究竟该怎么辨别 实际是有流赖的账号 甚至也不用面对面来面试 就要求你提供银行账号 当心求职诈骗的一个陷阱 不只评测民宿 甚至连试吃试睡占卜 都曾有民众遇到疏途 同归的诈骗陷阱 找明目要你账号 加汇钱增养人头户 民众可得提高警觉 别一不小心开箱 开进警局 记得东城梁洪玉兰 特别报道 我是刘佳 我喜欢与您分享 地球大小事 最新时事 国际脉动 财经动态 还有气象资讯 最接地气的新闻台 让你重要消息不露接 聊天的话题也不脱钩 当然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式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哦 男子连续犯下酒起盗窃案 想要再次行窃时 被警方逮个正招 喷洒辣椒水制服 我刚喷辣椒水了 见周围没有人 男子站到椅子上 偷走娃娃机台上方的昂贵奖品 桃园中立警方近日接获多起 娃娃机台经营者的报案 发现这名黄信窃嫌 专挑娃娃机台上方的奖品区下手 有些台主为了方便机台上方的奖品区 通常不会有太严密的防盗装置 为的就是让客人能容易取得奖品 没想到却成为黄贤下手行窃的目标 嫌犯专挑高价品头 一只精美的娃娃公仔 价格动辄就要三四千元 让台主们损失惨重 警方见货报案后 与台主们建立情绪网路密切联系 果然贼心该败 嫌犯再次行窃时被当场逮捕 即便还想逃跑 仍然被迅速到场的援警与台主压制在地 权案训后依妾到罪 移请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并送往新北地方法院办理归案 嫌犯屡屡行窃 不知悔改 阴暗通气还敢再犯 被警方布下天罗地网 束手就擒 记者刘志长王洋桃园综合报道 我是戴立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式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套房楼中楼 冷气未浴 应有尽有 一楼大厅交一厅 座位区还富有现代感 一名男子 以每月五千四百五十元 在台中太平情义科大附近 租了这间套房 没想到申请补助卡关 发现原来自己是原大头 改成派工资这样 他应该要依法跟我讲 男子申请的是每月四千两百元的租金补贴 发现原来自己租到的套房 等纪用途居然是办公室 害得申请被驳回 离谱的事跟代管业者反应 对方却回你没问 我们也不必特别说明 套房居然是办公室 男子发现整栋被隔成八时间出租出售 气得向都发局检举 而大楼也快动作动工拆除 附近学区租屋需求大 倘若业者游走法律边缘 违法装修变更实用 就违反建筑法 可以开罚六万到三十万元 没想到租套房 实际上是租到了办公室 租屋签合约 要睁大眼看仔细 记者综合报道